在美丽中国老家河南 江南的美丽信阳 信阳之美美在其山 大别山在信阳境内绵延数百里 师仙李白看到山南山北景色截然不同 不禁赞叹 山之南山花烂漫 山之北温雪矮矮 此山大别于他山野 大别山由此得名 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信阳秀美的神韵 著名的山岳形景区有 中国四大避暑圣地之一 万国建筑博物馆之称的激宫山 有原始领海黄柏山 国家地质公园金刚台西河景区和猫尔峰景区 有国家级鸟类自然保护区灵山 有级茶 煮 蝉 山水晴雨一帖的西九华山 还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连康山 大苏山 天目山 等等 生态景区 信阳之美 美在其水 全市河流水面达3.7万公顷 淮河 横贯信阳全境 各类水库984座 是我国水库密度最大的省霞市之一 水资源总量达90亿立方米 水环境质量稳居河南省前列 被誉为中原第一美湖的南湾湖 水域面积75平方公里 61座岛屿散落其中 有着运南明珠之美称 含有玲珑湖 香山湖 石山湖 泼河水库 粘鱼山水库等国家级水利风景区 出山殿水库建成后 将为信阳再增加12.7亿立方米的优质水 深水温泉汤泉池 泉水富含十几种微量元素 对皮肤病风湿病 以及神经系统多种疾病 优先助疗效 故有药泉之称 含有鸡公山 伊云森林温泉 故使白鹿湖锁口温泉等 疗养休闲区 信阳之美美在其茶 好山好水出好茶 信阳是著名的绿茶之香 中国十大名茶之一的信阳毛间 隐喻中外 置身于信阳 满山遍野 一隆隆的茶山 大吉小巷的茶馆 茶楼和茶室 是对信阳茶都之称的最好住戒 小茶叶大旅游 信阳正在实施培育河南唯一 全国少有的茶文化旅游精品线路 环南湾湖中国茶文化生态公园 绵延近百公里 数十个集观光体验品名于一体的茶房和赏茶步道 成为中国纬度最高的秀美茶香 2018年 信阳毛间茶被认定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 信阳毛间品牌价值攀升至63.52亿元 连续三年位居全国第二 信阳之美美在其红 信阳是红军的摇篮将军的故乡 这里曾是厄玉万苏区首府所在地 是尽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 信阳是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地 新四军的根据地 留等大军千里越近大别山的落脚地 培育出了红四方面军 红二十五军 红二十五军